如果你在廟裡拜拜的時候 看到有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拿著佛經在佛像面前擺 pose拍照,你會怎麼想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最近中國網路上 各種形形色色的圓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大家,應該對名言這個詞不陌生吧? 以前在電視或報紙主流媒體上 常常會看到一些類似的報導 可能是在說某個場宴會裡面,有很多名媒出席 又或者是在介紹某某名媒,全身上下有哪些名牌的東西 在我們的印象裡,名媒指的 好像就是那些出身名為望族 非常有錢長得很漂亮,或很有才華的女生 不過這個原字,好像在中國發展出了一些不太一樣的意思 在這幾個月的中國網路社群上 出現了各種不同名義的圓 有跑去佛寺禮佛的佛圓,有在病房裡打卡的病原 而這種源源不絕的現象,也引起了官媒的批評 說他們是在騙流量、爭快錢 在社會上的輿論,也對他們不太友善 但批評歸批評,各種不同新品種的圓 仍然是持續出現 看起來大家實際上還是滿喜歡看的 而這樣的風潮是怎麼出現跟流行起來的呢? 這可能要先去回顧一下去年的拼單名媛事件 不過,在進入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周冠烈,來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志祺七七團隊又要招募特約的合作夥伴囉! 過去,頻道裡面有不少影片的腳本 是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專業背景的特約作者 透過遠端的方式,跟我們的團隊協作 把更多重要或有趣的議題分享給大家 那為了讓志祺七七的內容更多元、觀點更深入 現在我們要再擴大招募囉! 包含生活法律、國際新聞、公共衛生、醫學議題 飲食文化、日韓文化 或是其他任何有趣、甚至是獵奇的題材 只要你能夠穩定的提供 8到10分鐘的影片口白腳本,我們都很歡迎! 而另外,我們最近也設計了獎勵機制 讓長期穩定公稿的作者,有機會獲得更高的稿費 那如果你有興趣,就趕快到這支影片的資訊欄 點擊官網的連結,看看更多的詳細職缺說明吧! 那也歡迎你幫忙我們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適合或是有興趣的朋友喔! 去年10月,有個叫做李中二的中國自媒體 潛入了一個叫做上海名媛群的群組 並且把它收集到一系列對話,PO到網路上 這個作者說,要進入這個群組之前 必須要先提出10萬元人民幣的資產證明 再繳交500元人民幣的入群費,才能夠進入群組 進入以後,他發現這裡面的名媛們 確實過著相當富貴奢華的生活 他們會去住高級飯店,享受豪華的下午茶 也會買名牌的包包跟衣服 不過這樣的奢華,通常都是幾十個人共享的 咦?一頓下午茶或是一個包包 怎麼要讓幾十個人共享? 這邊報告文說,這些所謂的名媛 大家其實就是一起集資拼單購買這些奢華的東西 例如訂了一間豪華的房間 那有出資的人,就可以在飯店裡拍照打卡 但你不能夠真的住下去 因為要留給下一個出資的人拍照打卡 所以下午茶當然也不能享用,只能拿來拍照 而當時這篇文章出來之後 就引起了中國輿論不小的討論 有人跟著文章一起說,這些人叫做拼單名媛 說他們用這種方式騙人是在鼓舞、拜金、虛偽 還有崇尚消費的風氣,很不好 但也有人認為,這些人都在花自己的錢 也沒有妨礙到別人,更沒有辦法 那用少少的錢,就能過過上流社會的肝影 其實也還蠻聰明的 但不管怎麼說,這種嚮往名媛的生活 或者是刻意偽裝成名媛來博取目光的做法 好像就成為了中國網路上的流量密碼 而從拼單名媛引起的風潮 在今年的下半年又燒了起來 前幾個月,在中國的小紅書 還有抖音的這些平台上 又掀起了一陣佛源風 不少網紅女性都穿著名牌服飾 或是露出較好身材的服裝 到寺廟裡禮佛 怎麼禮佛呢? 他們會到佛像面前打坐拍照 擺出寫佛經的姿勢拍照 在典雅的茶具旁邊拍照 還有在豐盛的素食餐點旁邊拍照 甚至有人把佛經做成美甲的造型拍照 還有再配上一些佛經裡面的字句 在社群平台上打卡 有人還發現 這些佛員們PO出來的照片或是郵寄裡面 通常會販賣一些對應的商品 比如說賣個佛珠、手鍊 或是推銷佛寺附件哪家的飯店服務很好等等 那這種風潮很快就被官媒給盯上批評了 在9月的時候 中國官媒《工人日報》就發了一篇文 批評這種佛員的現象 讓人聯想到西遊記裡的各種妖孽 並且說,狐狸的尾巴 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 除此之外,這篇文也說 這些佛員信佛是假的 名牌是假的 只有騙流量、賺塊錢的想法是沒有變的 另外一個官媒《央視網》也發文批評說 這些佛員在宗教場所大肆的擺拍燒手動姿 缺乏最起碼的尊重,也破壞了宗教場所的嚴肅氣氛 甚至設法違法違規 所以自媒體平台應該負起責任 下架這些帳號,還佛門一個清淨 除了官媒以外 中國佛教協會也在官網上發布公告說 不應該將信仰、低俗化、娛樂化 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 他們堅決反對佛員們利用佛教資源擺拍 甚至是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 看到風向不對 這些社群平台也很快記述陳述 小紅書回應說已經啟動了專項檢查 清除違規的筆記 而抖音也宣布他們已經把幾十個帳號給Band見 而且如果用戶在抖音上搜尋佛員的話 還會出現警告說 做真實的自己才會被人長久喜愛 請對虛假人設、借機營銷行為說不 但即使官媒跟平台都出手了 這種風潮似乎還是持續延燒 佛員雖然被禁止了 但這種博取流量的手法看起來相當管用 於是在這一兩個月內 中國網路上又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各種緣 有的在病房上面躺在病床上說自己剛做完手術 但卻配著精緻的妝容打卡的病原 他們在這個打卡的圖文裡面 會跟網友分享自己是用哪幾款的手術貼還有疤痕貼 所以即使動了手術 也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疤痕 也有在名牌Prada開設的跨界市場裡 捧著Prada紙帶包裝的生鮮蔬菜走秀打卡 但拍完照之後馬上就把蔬菜丟掉的菜園 也有在這個抖音上面秀出自己的離婚 證明訴說自己離婚心情 對外宣告解脫並展開新生活的離園 還要跑到幼兒園前面換裝擺拍 還背著小朋友用的書包 但並沒有要接送小孩的幼兒園 或者是在這個餐廳裡面 戴著精緻的妝容 展現身材、吃飯打卡的飯園 那到底為什麼中國網路上會持續出現這種源源不斷的狀況? 我們通證以後,大致可以把這些圓的狀況分成兩大類 而它們之所以會不斷在線 可能暗示著中國社會的某些問題 第一類是偏向一開始講到的拼裝名媛 或者我們可以稱它們為買方名媛 他們花錢讓自己接觸到平常沒有機會接觸到的名媛生活 或者是能扮演一下名媛 讓自己有機會打入上流社會的圈子裡 而有一篇中國的評論就認為,這種線上帶出的是 中國社會的消費主義,還有審美同質的兩個問題 人本會傾向把名牌或昂貴的東西 當成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所以會覺得,自己能拼到這些高級貨 就成為了名媛這個群體的一份子 而又因為中國社會對於名媛的想像很一致 大家對於哪些人是漂亮的 哪些東西很美的審美觀也很類似 所以就導致幾十個人都願意買一樣的產品跟服務 去實現他們當名媛的夢想 而第二類則是各種五花八門的園 我們可以稱呼他們為賣方名媛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目的 可能是要賣這樣的衝突人設來吸引流量 而吸引流量以後 則是可以進一步的賣各種商品跟打廣告 但有人就指出,這種流量至上的風氣 對中國社會來說是很不健康的 會吸引到心智不堅定的人跟他們買貨 甚至是學習他們的做法 讓整個社會越來越劍走偏峰 支持交壞未成年的下一代 在製作這集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中國網路上的風向 其實是滿一面倒的 絕大多數人都是在批評這些不同的園 但話說回來,我們覺得這些園 跟其他在社群平台上 透過奇特的裝扮或衝突的人設 來吸引流量、賣商品、賣廣告的人 好像也沒什麼不同 因為大家都是個品本事或是創意在爭取流量 但好像只要官媒開口定調了 接下來的輿論就會完全倒向批評的這一方 大家就會找出理由來說 這些人會教壞青少年、會敗壞社會的風氣 當然,如果是這些人裡面,假冒身份去詐騙 甚至行為觸犯法律了,那確實是該被批評 可是在官方帶頭、民間跟上的各種評論裡面 反而讓我們看到一些更值得討論的地方 我們發現,這些批評的聲音 對於圓這個字的想像,真的是相當的保守跟僵化 好像只有符合民國初年那種名媛的形象 或是在沙龍和宴會場合裡面出現的 才能稱得上是圓 而如果不符合這樣的想像 就會被說假冒、想要一步登天 甚至如果是在特定場合裡面,穿得比較漂亮、有化妝 就會說破壞了那個場合的莊嚴氣氛 或者說不符合那個場合該有的樣子 那我們就滿好奇說 這些圓圓們裡面好像有的也沒做錯什麼事情 像是跑到幼兒園前面換裝的幼兒園 或是在餐廳裡面穿得漂漂亮亮打卡的飯園 他們在這種氛圍之下 也變成了中國媒體和自媒體們獵巫批評的對象 而這樣的風氣 對於喜歡打卡、拍照人來說,好像也是滿辛苦的吧! 好的,今天就來問一下大家 你對於中國這些各種不同的圓,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他們都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搞這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Cosplay而已 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吧? 我邊看邊笑,中國真是無奇不有笑死! 我覺得女性做什麼都會被用放大性檢視真的很可憐! 以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一起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來看看中國的源源不絕!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看看韓國社會的夜女風氣 以及其他左邊鄰居觀察日記的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